信尚有follow开 我们IG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知道 早两天我和宝宝去了厦门玩 作为厦门片的第一集 今天就先带大家来试食一样 厦门最有特色的食物 土葱冻 土葱冻这东西 顾名思义就是用土葱来做的 而土葱是在敏南这一带才会出产 因此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到这一样食 既然我们山长水远 千里迢迢来到厦门这一道 就当然要来试试这一样食 而全厦门买土葱冻最出名的餐厅 就是这一间 天河西门土葱冻了 同L游记 循例先来试试这间餐厅是怎样去的 大家可以乘搭厦门最有特色的BRT 来到斗西路站 到了之后由右边的出口出去 落回地面之后一直向前走 去到第二条巷仔和泰街之后转右 沿着这条街一直向前走 走大约两分钟左右 在右手边就是我们这一间餐厅了 这间东西的土葱冻是有分大中小三个尺寸的 大粒是30元一份 而中粒和小粒就是20元一份 我们那天炸了一份小粒的 里面总共有10粒 这些团队将土葱冻由保温箱拿出来之后 再在上面加入了酱油 酸蓉 麻酱 辣椒酱 黄芥末 最后还放了一些酸萝白片和芫荽半碟 这就完成了一碟土葱冻了 不过要吃这一样东西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胆量 加上这些所谓的土葱 其实和葱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它其实是一种生在海灯泥底下 外形十足似幽阴的圣虫 这些虫经过熬煮之后 连同富含胶质的汤汁一起坦涼冷却 就会凝结成为一够够的土葱冻了 以前小时候看饮食节目 那些主持人都说做饮食节目的主持人 还有机会在镜头面前吃一次虫 想不到今天就轮到我要做这一样东西了 啤啤由于小时候在向下有吃过这一样东西 所以这种食物对于它来说是绝对没有任何难度的 但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吃过 因此很老实说一开始我真的有点压底 不过为了告诉大家这种食物究竟好不好吃 没问题啦 唯有顶眼上 幸好我们吃的是小粒的土葱冻 虫已经切成很小粒 不是太便认得出它是虫来的 所以吃下去的心理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口感方面冬的部分其实和啤喱是没什么分别的 而那些虫肉咬下去是爽脆的 我就觉得和吃海豉差不多 而味道方面由于下的配料实在太多了 所以好老实说不是太吃得出其原有的味道 我只是隐约吃得出有一阵好淡好淡的腥味 所以就不好意思啦 我真的不是太懂得欣赏这种食物 你可能又要准备虫我啦 为什么说了这么久都还没见到我吃的镜头呢 其实那晚在IG已经吃过一次啦 别要我吃多一次这么惨啦 不过这间餐厅里面有另一样食物 我真心是觉得超好吃的 就是这些章鱼啦 这些章鱼是整只拿去白煞的 挖过时才剪开小小的 然后又是加入酱油 麻酱 辣酱 黄芥末和芫荽 由于它不是烧到完全熟了 所以咬下外面是很爽脆 而里面是非常之烟韧 加上这些酱料不是直接淋在这些章鱼上面 所以你还仍然吃得出章鱼的鲜甜味道 我真是超喜欢这一只章鱼啦 而那一只章鱼就 算吧啦 好了 今集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见 拜拜